就是先錄製好 錄了一堆東西啦 不過其實最後去無純金之後 大概就只有五行程式 其實有一行啦 這個點slate這個 就可以拿掉 所以以後你如果看到點slate 大部分都可以拿掉 但是上面這一行的點slate就不能拿掉 如果你拿掉的話好像會發生錯誤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錄製的原理原則 然後面的話就是那個文字要放什麼 變更一下 然後它的字的大小 還有它的那個顏色變更一下 不過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一個地方蠻 重複性蠻高 就是Active Chart有沒有 這邊又一個Active Chart 總共呢它總共會有四個Active Chart 放在這裡 那所以如果說假如 你每次看到這種Active Chart 一直重複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改成Wiz就好了 那我剛剛講的 那Wiz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就這樣 一般的習慣就是 你把一直重複的東西 你就把它寫在上面 那你打一個Wiz 一般的話就是一個物件名稱 Wiz這個 哪一個開頭名稱 這一個嘛 你就把Wiz這個放過來 然後加一個空白 記得這邊加EndWiz EndWiz 反正你要一個頭一個尾 裡面呢只要出現 所以建議這中間這三行 三個 上面還有一個 把這個漏掉 這個這一行再把它搬下來 總共四個啦 然後 我們基本上呢 可以把什麼 把在Wiz裡面的這一些 按Tab鍵 讓它縮排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縮排的話 看起來其實非常的不清楚啦 所以建議啦 一定一定 如果你不縮排 程式執行是不會有錯誤 但問題看起來就覺得很不清爽 所以一般習慣呢 建議一定要按Tab鍵 OK 然後再來的話 你知道把什麼 這個開頭的ActiveChar 全部呢把它Delete掉 但是記得一定要留一個點喔 也就是說 那個點的前面就是 它就自己去找上面這個名稱 把它帶下來 所以這樣的話 OK 這是寫完的結果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假設我們現在 就是執行這個的話 如果我現在執行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的話 那應該理論上就會出現了 OK 有啦 所以它位置是 在這個 180 300 200 200的位置 不過我在雲端上我看一下 我好像放的位置 也 把它改 200或多少 OK啦 反正就大概這個 這個數字你可以再變更 寬跟高也可以自己再變更一下 OK 理論上大致上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刪圖的話 其實你底下可以 刪除的話其實也蠻簡單的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刪除的話 除了說可以用 滑鼠去點選 按Delete之外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一個叫什麼 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 上面的那個Sharp Sharp 特別說那個Sharp指的是這個圖 OK 點Delete 那哪一個圖其實有幾種敘述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名稱叫什麼的話 那你就可以給它數字 一 當然前提是裡面只有一個 OK 那另外一種寫法說 你可以用常用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選舉窗格 這邊會告訴你它叫圖表8有沒有 你當然也可以 用這個圖表8的名稱來刪除它 可是問題我覺得比較麻煩 為什麼 那如果你要圖表8的話 你可以看 這邊叫圖表8 而且喔 名稱不能寫錯喔 中間要加空白 我看一下 這個刪掉它 你用1或這個圖表8 那我們把它執行按F8好了 Delete 刪掉 可是跟各位講喔 這個方法不太OK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現在執行圖表8對不對 你下一次的話 你再執行它 再執行一個 那如果你再執行刪除的話 會失敗 其實喔 理論上應該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它的名字怎麼樣 現在叫圖表9 所以怎麼辦呢 這很麻煩耶 他為什麼不統一一下 以後叫圖表就好 不要 你如果像執行的話 他會跟你講 找不到名稱 OK 那怎麼辦 如果你用1的話 好處就是說 他一定刪得掉 所以這個 怎麼樣刪除圖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不像之前文字 反正就範圍選起來 Delete掉就好了 這個1的話 就可以刪 那除了用1之外 另外我也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做邏輯判斷 如果它的前面 兩個字 是圖表的話 可以刪除 這個再看看 1 按F8 可以刪 所以我是建議你用什麼 用這個方法來刪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直條圖OK了 再來就是要 再完成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圓形圖 這個東西 那圓形圖 我希望可以長的樣子 大概就長這樣 上面也許名稱可以變更吧 還是變更跟前面一樣 各分店業績 那所以 我建議 可以分三段來錄製 哪三段 第一個 你可以先錄製什麼 產生那個圓形圖就好 所以 特別注意這個圓形圖 相對於那個直條圖 會比較麻煩 比較複雜一點 為什麼 因為 它會多那個 所謂的資料標籤 那第一步的話 一樣 我們就錄製劇 然後這邊叫圓形圖 那我把它分三段錄製 所以 圓形圖 1 好OK 第一段比較簡單 1選這個範圍 2的話 插入這個圓形圖 然後選這個就好了 OK 那至於位置 我們先不要 因為我們 我們可以仿照剛剛的方法 把它停止一下 停止錄製 第一段 這個先手動把它放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 如果我再把它delete掉 然後我再去到那個 剛剛我們錄製的圓形圖 1編輯一下 然後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我剛剛錄了什麼東西呢 1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跟剛剛的程式蠻像的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不用 其實只有兩行 然後 只有這個 什麼圖的樣式有沒有 不一樣 那 Source 也不一樣 Source這個也一樣 所以這個Source可以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甚至可以拿這個上面來改都沒關係 有沒有這個 那另外 另外甚至 如果我今天 把它搬到這邊來 好了 這邊 秀在這裡 按LV8 有沒有 塗出來了 但是位置不對 位置最好放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這裡的話應該是 怎麼樣放置會比較剛剛好 特別注意哦 因為這邊 這邊到這邊我剛剛是180 對不對 然後這邊到這邊是300 所以中間空個20好了 假設這邊加起來是400 500 500的位置 所以500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往下的話 10 寬度的話也許也是300好了 高度大概多少 高度高一點吧 我剛剛是200 200也許這邊給它 也許300好了 假設好 給它這樣的大小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要重新再輸出一次的話 那其實可以照剛剛的原理原則 有沒有 在這邊 豆點 加上500 豆點 10 有沒有 然後300 寬度嘛 高的話也許給300好了 OK 好 那我們再執行它一下 按F8 這個哦 你會發現 位置對不對呢 看一下 F8 有沒有發現 就剛好放在我想放的位置上 那範圍的話 這個來源 OK了 好 第一個部分 OK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再錄製第二段 第一個吧 兩行而已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要變更上面的標籤 所以變更標籤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錄製第二段 所以 這邊也許我名稱叫圖 圓 圓圓圓圓圓圓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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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如果你對這個功能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設計新增圖表項目的資料標籤,終點外側 那這個時候的話他會幫我把他的標籤部分把它顯示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我要把這上面的標籤改成什麼 他的這個地區的分店名稱跟他的百分比,所以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記得這邊會挑出一個頁面 然後記得把那個類別名稱打勾 值打勾取消 把百分比打勾 OK,這樣子完成了,完成之後呢 就等於是完成第二個錄製劇期,所以一樣把那個第二段給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段到底增加什麼東西 再編輯那個,圓形圖2 編輯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上面的這個也可以註解拿掉 那我們基本上呢 就是把這一段給做出來 你會發現他其實第一個啦,一樣先把這個圖點選 所以 然後針對這些效果把它加上去 最後的話要把這一塊炸開來 所以我們在 最後錄製一個 叫圓形圖3 OK 然後3的話就是在把它 錄製劇期 一樣,圓形圖3 那炸開怎麼炸開 3 按確定 1 記得喔 點選 整個圓形圖 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點選你要拉出來這一塊 台北這一塊 三個的話往外拉 OK 好,錄製完第三段把它停止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他幫我錄下來的東西呢 應該是這個 編輯 那你會發現基本上 他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兩行 總共三個動作嘛 所以你會發現錄下三行 1 點選整個 整個就是這一個 他一個叫什麼 Active Charter Full Serial 這個 Correction 1 指的就這一個 點選擇 第二個的話 Points Points1的話 應該指這個區塊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區塊都是 每一個Point 那這個應該是Point1啦 這個Point2 Point3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每一個區塊都要移出來的話 你其實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現在 我現在是 這個1把它往外 那後面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Selection 跟Expulsion 它就炸開來15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把新北市炸開 那個大概10好了 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以把這個Points 改成2 它是順時針方向 123456 所以你甚至 可以每一塊都 炸開一定的程度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有沒有 它目前這個 它就整個選起來 再 把第二個 選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新北市這一塊被選的嘛 炸開始 有沒有 又炸開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把它全部跑完 也許這個把它體力的掉 然後把它這個程式 這個改回來了 這個改1 這個改15 所以我們做法是 1 產生我們要的圖 放在這個區塊 這個 有沒有 畫了 然後Source給它 有了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 再執行這個區塊 那這個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只要 裡面有 這個什麼 Char object 圖表13 的部分 一定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剛剛 圖表13已經被我殺掉了 現在應該是圖表14 那你總不可能說你現在 把它改成圖表14 如果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找不到 那你總不可能說 我現在把它改成 14吧 14我看可不可以 14可以 可不可能永遠都 跟各位講 只要以後你看到什麼圖表多少 你乾脆直接 把這一行給註解掉就好了 其實這一行不需要啦 你不用跟它講 這個不用 那這個也不用 都可以過啦 OK 所以喔 它其實第一個是什麼 它這邊是 SET ELEMENT SET ELEMENT是裡面的元件 把它DATA LABEL 把它就是資料標籤 所以DATA LABEL就是資料標籤 有沒有 Outside End 就是終點外側 所以它這個 指的是終點外側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執行這一行 所以其實這一行就等於是 把它改成終點外側的意思 只要這一行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 它的DATA LABEL 就是它的資料標籤 點SLETE 點SLETE就是選取 所以我們剛剛有按右鍵 就是點SLETE的動作 有啦 選起來 然後呢 它的那個 名稱有沒有 Cat 這個 Cat Garrett name 這個等於True的話 意思是它的那個 類別名稱 等於True 有沒有 它就把它的名稱給叫出來了 然後它的SHOW VALUE SHOW VALUE把它關掉的話 FALSE 有沒有關掉 然後呢 它的 Percentage 這個有沒有 百分比啊 等於True 百分比又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上下的關係 大概是這樣子 最後一行 這個其實 叫什麼 Application Command Bar 這行其實沒有意義 這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我把它處理掉 這行其實不需要 好 所以我們剛剛總共錄了三段 1 2 3 最後其實你可以把它拼湊在一起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區塊的 這個圓形圖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分三階段 1就是 把這個圖先畫出來 第2的話呢 把資料標籤設定 第3個把這一塊炸出來 最後一個部分 這個把它炸開來 把那個 台北的部分呢 把它炸開 15 所以1選取整個圓 第2個選取台北 第3個呢 把它炸開15 OK 那就大公告了 那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看etaan 哈 Assalamuala 那 咱 咱 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